欢瑞世纪上半年一人经济入账5394万元,任嘉伦取代杨子城头牌 8月27日,于股欢瑞世纪000892发布2021年半年报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164.64万元,同比增长14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5.08万元,较去年同期的-1.23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的净利润983.13万元,去年同期未付8720万元,基本美股收益0.0116元 半年报显示,欢瑞世纪艺人经济收入为5384.71万元,占比87.35%,其中艺人一位2039.26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上半年出境率等来看,该艺人一位任嘉伦,这意味着任嘉伦取代杨子,成为欢瑞世纪头牌明星 艺人一代来收入2039万元 欢瑞世纪表示,随着影视剧开机和拍摄进度逐步恢复正常,影视剧销售收入和艺人经济服务收入同比增加 面对行业中短期困境,公司始终坚持以深耕产业的心态经营主业,专注于内容制作和艺人经济业务 公司将继续优化战略方向,强化规范化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升各项业务商业化变现能力 半年报显示,欢瑞世纪营业收入6164.64万元,艺人经济为5384.71万元,占比87.35% 而影视剧以及衍生品位779.92万元,占比12.65% 欢瑞世纪艺人经济收入中,艺人移为2039.26万元,占营收比重为33.06%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上半年出镜率等来看,该艺人为当红明星任嘉伦 这意味着任嘉伦取代了杨子,成为欢瑞世纪头牌明星 艺人二应为养子,为823.52万元,仍占营收比重13.36% 据悉,公司出品的古装剧《宇军歌》已于8月8日起在湖南卫视 芒果TV播出,仅播出4天就取得CSM全国网,CSM成域,CSM63成 酷云四网同时断省成卫视第一的成绩 预计下半年公司还有山河月明沉香如蟹,南风之我意十年一品温如言,身前摇象传奇全羽利等多部精品聚集储备 欢瑞世纪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付5581万元,去年同期为4971万元 主要系风神之天启项目诉讼导致部分银行资金被冻结 欢瑞世纪半年报股东数位29255人,而一季报位31721人 任嘉伦已经出道12年 公开资料显示,任嘉伦,1989年4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 2009年参加雪碧,飞扬新声名师高途进入青岛赛区三强 2010年先声夺金,畅享亚运全国总决赛,获得优秀亚运歌手称号 2011年通过比赛被选中,加入中韩组合成为练习生,担任队长,05和rapper 后因故未能出道,2014年结束海外学习,回国发展 2014年,被选为古装断案剧《通天敌人节男主角》,这是任嘉伦首部电视剧作品 于2017年播出 2017年1月29日,主演古代传奇剧《大唐荣耀首播》 他饰演的李处一角获得关注,并凭此荣获第四届文荣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7年至2018年作为领衔主演,相继拍摄了神话剧《天机之白蛇传说》 谍战剧《秋缠》,古装剧《锦衣之下》,《缉毒剧《不说再见》 2018年参加东方卫视新武林大会,获得第三名 12月发行首支《个人单曲Dream Never Sleep》 2019年主演武侠剧《木白手》,消防救援剧《蓝燕突击》 2019年12月28日,主演的古装爱情悬疑剧《锦衣之下》播出 他饰演的陆毅获得热议和好评 2020年领衔主演奇幻爱情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都市剧《一生一世》,古装剧《周生如故》 同年5月担任东方卫视综艺舞者领队 8月,作为主要嘉宾参加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宝藏行《公益记》 2021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 同年主演古装剧《玉交际之与君初相识》 4月11日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三十二》 立,上线5分钟销量突破50万 创QQ音乐钻石唱片记录 上市公司海米投资服装厂 欢瑞世纪宣布 为进一步拓展产业投资布局 立足于自身品牌优势 放大影视IP的内在价值 抓住整个国潮行业的发展机会 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影视和欢瑞投资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北京欢瑞服装厂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其中,公司占比75% 公司表示,本次投资设立欢瑞服装厂 是公司对影视衍生产业链拓展的一次尝试 欢瑞服装厂将借助公司多年积累的服装设计资源及公司出品影视剧的影响力 签约品牌设计师,建立不同层次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体系 推进服装精准垂直品类的业务发展 并进一步通过服饰品类向其他跨界IP联名运营等业务延展 据悉,未来,公司还将持续性探索IP变现方式 培养深耕股风和粉丝市场,并利用资本市场的辅助支持 发挥各合作方的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影视及衍生产业 天眼查数据显示 欢瑞世纪注册地在重庆市福陵区人民东路50号 系重庆唯一影视上市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